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在阿联酋这边的参加完二零二一年的收官战之后那么这段时间呢全红产一直在广州这边进行隔离 对于全红产来说其实隔离这段时间呢估计也是比较无聊比较寂寞的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呢也开始想家了 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那么全红产呢也是难得在隔离期间呢在微博当中是发布了一个动态 并且也强调说自己呢看到了一些视频之后呢更加想家也更加想吃到的啊父母给自己煮的饭菜 所以从这一点到之后其实恰恰能够看得出来那么目前曲红产他的个心态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如果说之前呢他还是一直专心于这个比赛训练啊等等一些情况呢 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经历了一段比赛的一个时间之后呢经历了一些辛苦的一些比赛之后那么这段时间终于能够尽下心了他也终于呢开始想家了 当然可能对于外界来说这一点东西不值得关注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于一个中医专业的运动员来说呢可能心态的变化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此前呢何维仪他们也就是全红产的恩师啊一直以来都强调说他们希望呢全红产能够去到国家队之后呢好好训练专注于这个比赛 很训练也不希望他有太多的一些心态的一些变化也不希望他把其他的经历呢放在其他的一些东西上面 那么现在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起码能够看得出来全红产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起码可能呢在此前非常专注于比赛但是现在这一刻呢已经是被失恋了这样的一个心情了 也是干扰或者说去分散了他的经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呢起码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可以说啊全红产这个表态也确实是耐人寻味那么从中呢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想念家乡真的是可能呢如果说有的选择他宁愿抛下这样的一个比赛和集训呢赶紧回到家里面和家里呢好好去过几天的生活 当然其实我觉得全红产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也确实能够理解的毕竟呢他只是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归属就是希望呢回到父母的一个地方能够看到亲人 而且呢我们也知道那么在奥运会备战的时候呢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可能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呢那么全红产除了说在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有个短短的半天的一个团聚的时间那么在此之后呢他再也没有和家里面见过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对一个小孩来说可能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呢这么长时间不能够见到家里人那么心里面肯定会非常的苦奔 而且呢也会非常的难过都希望呢能够争取到时间去和家里人去团聚 所以我觉得其实目前呢全红产的心态发生变化虽然说是一个坏的消息但是与此同时呢也真的是很难避免我觉得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去调整一下每一个主力运动员的一些休息时间呢 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国家队的荣誉肯定是要放在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呢其实像这些职业的运动员呢也应该有一些人性化的处理 比如说每一年呢规定有多少时间能够给到他们回到家里面呢去团聚而不是说在参加完比赛之后那么接受隔离隔离结束之后呢又回到国家队这边去参加集训 然后呢之后又接下来又赢来比赛那么基本上是终而复始几年时间里面都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回到家里人去团聚 我觉得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折磨也不是每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呢都能够坚持下去 尤其是像啊全红山这样的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呢那么确确实实呢应该是比较这个脆弱的 所以我希望呢也在这个中国跳水队界边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安排 让全红山他们呢能够享受和家里人团聚之后呢更加安心的去参加训练 这样一来呢才能够争取在之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捞球拜拜